朝鲜劳动党中央以健康理由解除人民军总参谋长李英浩的一切职务 李英浩曾辅佐领导人金正恩接班 是军方的核心人物 那么韩国媒体分析认为说 李英浩因病解职不同寻常 韩国正在密切的关注朝鲜军方的动态 就在今天 朝中社报道说 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国防委员会16号决定授予大将 玄永哲朝鲜人民军次帅称号 朝中社并未明确表示玄永哲是否为李英浩的继任者 根据韩联社介绍 玄永哲2002年晋升为中将 2010年9月与金正恩等一同被提拔为大将 2011年12月被列入已故前国防委员长金正日的国家藏仪委员会委员名单 今年2月份朝鲜当局高度评价玄永哲为建设社会主义强盛大国增强国防力量做出的贡献 授予他金正日勋章 玄永哲的年龄和出生地等个人信息尚未被公开 朝鲜突然宣布因为健康问题解除原朝鲜人民军次帅李英浩的一切职务 引发外界猜测 昨天韩国统一部发言人表示 朝鲜整体局势存有不稳定之处 正保持密切注视 据环球网报道 韩国统一部有关人士称李英浩被解职不能简单看成金正恩体制权力重组的一个部分 朝鲜干部出现健康问题时会慢慢解除职务 所以这次事件实属例外也很特别 该人士说 李英浩在朝鲜具有极大的军令权 曾负责金正日葬礼时运送遗体具有象征性 这次措施解除了一切职务 朝鲜的举措相当罕见 据报道 韩国军方通过RF-4侦察机 地上监视装备等提高了对朝鲜监视力度 驻韩美军也将于17号增加U2高空战略侦察机的侦察次数